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丁丽下班回来却发现屋子里的灯是亮着的 她觉得很奇怪 一般来说张千都要比她晚回来一些 带着一货推开了门 张千正单膝跪着 手上拿着戒指 对丁丽说了一句 丁丽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丁丽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 捂着脸点了点头 两个人在商量婚礼的时候起了一些争执 张千觉得不要过度地铺张浪费 可丁丽却想要一个完美的婚礼 两个人看争执不下就钱搁置了 过了好久张千有些 举促地跟丁丽说 那个 我弟弟最近也想结婚 所以我把婚房给了他 你不会介意吧 丁丽听完睁大了双眼 无法置信地问道 你给他了 那我们俩结婚怎么办 张千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我已经弄好了 我租了一个出租屋 我们俩还是可以将就一下的 丁丽听完她说的话 有些无力地摇了摇头 说道 张千 我跟你结婚就只配一个出租屋吗 这些年我对你各种忍让 什么都不跟你争 可以 这一次我不愿意 张千看丁丽不同意 心里有一些不舒服 就白着脸说道 我话已经说出去了 不可能再收回 难道你就不愿意为了我 再委屈于下吗 丁丽突然觉得 这些年来 自己的坚持有多么的可笑 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会为自己着想 只想着自己一位的人让他 丁丽突然明白过来了 就说 张千 我们退婚吧 看着丁丽毫无波动地说出这句话 张千有些难以置信 以为丁丽是在开玩笑 可是丁丽背对着他 走进房间收拾行李的样子 好像是真的 这样张千无所适宠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挽留这段感情 可是他的弟弟怎么办 最后张千也只是眼睁睁地 看着丁丽离去 如果一个男人爱你 他绝不会舍不得给你 你想要的一切 男人之所以对你 百般地忍让 万般地退步 也只不过是不过爱你 他只是把你当作他的附属品而已 这样的男人女人 没有必要跟他一起生活 委屈自己 每个女人一生中 都想要一场最完美的婚礼 这对女人来说 就好像是一场仪式 一场给自己的仪式 可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懂 他觉得女人 只会铺张浪费 也只不过是因为 他不过爱你而已 男人不过爱你 才会做出各种 不理让你的行为 才会让你将就 如果男人连一场婚礼 都不愿意给你 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肯定 你们俩结婚以后 他会对你特别的好呢 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 还是睁开眼睛看看吧 他并不爱你 至始至终 也只不过是 你一个人的独角戏罢了 这场戏里 你把自己感动了 却并没有感动他人 也许你早就应该放手 爱情本就没有谁比谁倾鉴 也没有谁应该给谁做让步 如果你在他面前 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都做不了 那么跟他在一起 也只会丢失你自己 这一次是婚房 那下一次又是什么呢 随女人 清醒一点吧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